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现在如果说起中国UFC 想必很多人都会提到张伟丽和李锦亮等了 其实在他们找之前 有一位中国MMA的传奇人物 那就是张铁拳了 张铁拳也是第一个打进UFC的中国拳手 现在的张铁拳也是李锦亮的失货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场张铁拳的经典比赛 那就是由张铁拳对着日本选手田春一胜的比赛 本场比赛的时候张铁拳已经33岁了 而这个田春一胜本场比赛的时候 你才只有27岁 只有27岁本场比赛也是张铁拳远赴日本的客场作战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开始后双方马上进了相互试探 偶后田春一胜马上以前手拳将张铁拳打退了好几波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 张铁拳就以重拳将田春一胜击倒打门了 结果当张铁拳想要蹭蹭蹭之际 却被田春一胜抓住机会以连续重拳也击倒了 只见田春一胜马上门扑上去将张铁拳压在了身下 接下来田春一胜将张铁拳压在身下以连续重拳重拳 不过张铁拳也在做着奋力的反抗 偶后双方马上进行了基地的地面残斗 再次回到张铁对决后 张铁拳很快抓住机会做出了一个断淘汰的把位 不过田春一胜也非常玩强并没有就此放弃 就这样奥者在龙边进行了激烈的残斗 首会要结束 其实张铁拳还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接下来只见田春一胜的团队 对他不是递水就是按摩奖战术 而张铁拳因为没有站住 只能一个人孤独的蹲在龙边 显得极其落寞 不过赛后去张铁拳本能回忆说 那场比赛他的教练和团队都是有来日本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教练拿水盒凳子上来的时候 却被保安拦住了 他自己都觉得很奇怪 这也让张铁拳有点被坑的感觉 第二回要开始后 张铁拳马上以低扫开落 而后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的对拼 紧接着田中一胜常遭张铁拳以连续扫踢暴踢 最终在不经意见 田中一胜抓住机会 以连续重拳职业KO张铁拳引向了比赛 张铁拳也被当场打晕了过去 医护人员马上对其进行抢救 全场比赛来 张铁拳两个回合时间不到 就被对手KO了 虽然本场比赛输了 但是张铁拳却因为孤独英雄的一幕火了 张铁拳的教练和团队为何会被拦下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 如果没有贝克 那么在守护游占据有绝对的优势 张铁拳还是有机会战胜对手的 这也暴露出早期中国拳手出国比赛有多么坚信 你应该要向这些老前面们致敬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见体育赛事 由我大嫂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